第四单元 欲不拙 不成器 人不学 不知意 为人子 方少时 亲师友 洗礼 一块仆玉 要经过雕琢 才能变成精美的宝玉 人也是一样 要认真学习 才能明白圣贤的毅力 身为一个小孩子 从小就应该养成亲近老师 能虚心接受教导和规劝的好态度 并且结交好的朋友 学习如何带人处世的礼节 接下来 要介绍一个关于玉的故事给大家听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山里呀 铁定有宝物 我来找看看 哎呀 不得了啊 这真是一块仆玉啊 如果能把里面的美玉琢磨出来 一定是天下最美的宝玉 哎呀 真是国宝啊 好 明日就去献给国王吧 咋 这么不起眼的石头 里面真的是宝玉吗 叫玉匠来看看吧 嗯 最高啊 听过大王 这只是一块普通的石头罢了 哼 可恶 撒旦的变河竟敢来戏弄本王 来人呢 把他拖出去 给我砍断左脚 啊 啊 冤枉啊 大王 冤枉啊 大王 这真的是一块宝玉啊 哎呀 冤枉啊 大王 啊 啊 可怜的变河就这样被砍掉了左脚 过了几年 楚丽王死了 他的儿子楚武王接位 变河心里想 嘿 楚丽王只相信玉匠的话 不相信我讲的 现在在位的是楚武王 好 我要再去试试看 于是 变河又拿着他认为最珍贵的福玉 去献给楚武王 没想到 武王的玉匠也认为那是石头 可怜的变河又因欺君之罪被砍去了右脚 不久 楚武王也死了 楚武王即位 这次变河不再把蒲玉拿进宫中 他抱着这块被玉匠认定的石头 到处山下 嚎啕大哭 哭到眼睛都流出血了 这件事情传到了楚文王耳中 文王便派人将变河接到宫中 变河呀 天底下有那么多人被砍断双脚 为什么只有你那么悲伤呢 大王啊 我并不是因为双脚被砍断而悲伤啊 我伤心的是 宝玉被当成了石头啊 这诚心诚意的人被说成的是骗子呀 楚文王听了 就找来玉匠凿开石头 一看 里面果然是块漂亮的美玉 他又命令玉匠将将这块石头雕琢成绿壁 作为国宝 为了感念变河的真诚与坚定 就将这块宝玉命名为和氏壁 这就是明文天下和氏壁的由来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